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綠萍 我是Yuri 陳怡瑞 我是山莉亞益晴 我們的專訪即將播出囉 想知道更多關於電影 哈囉少女的更多故事嗎 趕快訂閱我愛偶像 YouTube頻道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在我愛偶像等你們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山莉亞益晴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綠萍 哈囉大家好 我是Yuri 陳怡瑞 純 直率 真誠 心肌 心酸 心好累 影魂很難標籤 邊邊 然後 然後 最好的朋友 然後 可愛 可是我覺得吳宇恆很可愛啊 謝謝 我們這個哈囉少女電影是在講述 女生在校園裡面的生存守則 因為我相信很多觀眾在高中的時候 的女生們特別是女生們會經歷一些 女生之間的勾心鬥角或是搞小團體小圈圈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看到 例如說 霸靈的眾生象 或者是 受歡迎的眾生象 就是這個學校呢 彷彿就是一個社會小小縮影 我覺得它一定是有別於 大家以往既定印象的校園 青春劇 然後它是一部有笑有淚有感動 然後會讓你又哭又笑又憤怒的一部片 然後 我覺得 這部片裡面應該會讓大家回想起以前學生時期 很多點點滴滴 然後還有共鳴 然後這部片也不見得是只有女生可以看 男生也可以到戲院看看 哈囉少女裡面 女生到底都在幹什麼 我剛開始就是覺得 我絕對不要演壞人啊 而且王可謙這麼 讓人想翻白眼 根本跟我一點都不像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要去演這個角色的話 我可能有點不知道怎麼演 因為可能 當時兩年前的我 對我來說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長片 然後我也會覺得 這麼長時間的去做一個不擅長的事情 怕自己搞砸 然後導演就說 那就是適合漂亮的女生演 我就先 因為這句話微微的心動了 就是覺得 妳很容易被說服欸 對啊 然後我就說可是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反正最後呢 導演是希望透過我平常給別人的形象 可能就笑容可居 心切和愛 陽光開朗 給別人的感覺 然後去擔任王可謙這個人 這個角色才能夠 出現王可謙內心的孤獨 我覺得最像的地方 我覺得我跟這個人 我覺得我跟任力加大概就是 符合度大概有95%吧 就是我覺得像的地方就是 很直率 然後很單純 很直接 然後很覺得是對的事情 就會很堅實的去做 那我覺得我跟任力加最不像的地方就是 我不是泰國華僑 然後 可能因為我 我有受過比較西方的教育 所以那時候我被導演挑 就說 我有一些很 他覺得這個東西 很多手勢的東西 好像有點太 太ABC 所以他要我 就是在立加這上面可以加 但是我要把它變成是立加版本的 太ABC 太ABC 我人可好消除的呢 對 烏羽鵬這個角色跟兩年前的我 我覺得應該有 可能超過90%的相似度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的你是什麼狀況 好像就會很容易有一個 類似那個狀況的角色去找上門來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真的很 決定說可以當演員可以開始拍戲 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也是一個社會新鮮人 我就跟烏羽鵬一樣在學校裡面在試探 然後在找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定義不及 或者是定位自己 所以拍這部片看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烏羽鵬跟那時候的自己 其實還蠻相似的 其實還是有想像的地方啦 例如 笑容可局 給別人陽光開朗的感覺這部分 確實是有想像的地方 然後 我覺得我跟王可謙先說最不像好了 就是我跟她最不像的地方是 她是一個心思很細膩 然後其實是很玻璃心 很會注意一些小細節 連同學沒有帶手機她都會發現 可是我的個性是比較迷糊 然後大啦啦 比較不會去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所以這是我們最 而且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所以就是我們相差最多的地方 個性上 那我覺得導演會選我 擔任王可謙的角色也是因為 對就是像他們兩個一樣就是我當時的能量 確實是屬於比較低潮 比較負面的 所以當下 導演在挑選 演員的時候 演員的時候 其實我也 也沒有不認同 其實就是也覺得當時的自己 一直處於在這麼負面狀態 所以 應該還是有機會把王可謙 就是演繹出來 對 我很不公允 我真的很 我在學校就比較是 邊緣人的角色 對 有時候妳說了 在哪一份 就可能平靜妳覺得 在哪一份 在哪一份 但我覺得我那個 情鬥出開非常晚 就是我的戀愛雷達大概在 我20歲以前都是關閉的 所以我完全就是 沒有在融入 學校 沒有在融入學校 大家會 喜歡的那個 活動啊 或是團體裡面 我都是一直活在自己的 自己 只有自己的圈圈 不是說有兩三個 我就一個人 這樣 就是 標準怪人 所以我真的沒有 什麼被hater啊 然後 就都沒有 你為什麼要笑成這個樣子 他說很多 其實真的蠻多的 嗯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跳舞 然後跳舞本來就是一個 可能熱舞社啊 就是一個比較常 出現在大家面前 然後比較活躍 的一個社團活動 然後那時候 雖然在學校 就是朋友很多 但是還是有 被關係排擠的經驗 就甚至以前學生時期 還有 我的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以前就會跟我比較 喜歡 他的男生比較多 還是喜歡我的男生比較多 他 合唱團 是不是主Key 然後跑步 誰跑的秒數比較短 就是會各種比較 然後那時候 呃 他什麼都贏 然後他也很漂亮很可愛 但是他 就是 唯一 就是 比較欠缺的是他 那時候成績 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有 作弊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他作弊了之後 然後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就 跟學校的那個一些大姐同門講說 我到處說他作弊什麼的 然後 就在學期末的最後一天 我就被一群太妹包圍 然後就 就是被嗆一下這樣 辛苦 我自己是 因為我那時候 從國三的時候 轉進國際學校 然後 之前有上過一些電視 電視節目的經驗 所以剛轉進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 就是很像王可倩這樣的女生 就是 漂漂亮亮的 然後也很積極主動的跟我 就是想要當朋友 但是後來發現 就是跟他當朋友之後 就還蠻空虛的 因為 其實我們兩個 根本對對方 根本不熟 但是大家都覺得我們是好朋友 然後 我好像有把這樣的心聲 就有跟其他同學透露 然後那同學就傳回那個女生的耳裡 然後中間就有一些誤會 我就被關係排擠了 但還好我們學校是 就是跑班制 所以 我也還是可以跟其他班級的同學做朋友 然後 在同一個班級的時間 也不用待太久 然後 我覺得我那個狀態 就很像永恆 就是在一個很邊邊的角落 也剛好 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 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算是 一個特別被關注的女生 因為我剛開始試鏡的時候 他就是永恆啊 所以妳知道 我猜 因為我那時候試鏡任立佳 他試鏡永恆 然後他看起來超壞 所以我就覺得 王可憲應該就是這個壞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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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可憲不是黑道 王可憲 王可憲 因為原本 沒有 因為 最後的王可憲跟原本 我以為的王可憲是 完全是兩回事 對 原本我以為王可憲應該是 就是長得比較有個性的女生 原本覺得 你中間有火包 我中間有火包 1 2 3 1 2 2 你覺得我火包最重 你覺得我火包最重 對啊 笑起來很厲害 不是長得漂亮的人 我高一撞好不好 這太厲害了 欸 高一撞 不要動了 這個遊戲都沒弄到人家醜醜了 我開玩笑 因為我可憲嘛 我現在是可憲 不是 就是因為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 本來他那時候是空氣瀏海 他就是我們拍戲完 就在 我們就在我們是室友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我的那個瀏海 看起來很油很塌 其實這讓我心情很不好 我覺得我在鏡頭上面 不會是 不是呈現最完美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就覺得他好像就是 蠻在意自己 在外在的部分 但也是很敬業啦 對啊 我真的很care 我的空氣瀏海 我必須說 對啊 好 那妳說啊 妳說原因啊 欸欸 欸 不關我什麼 我覺得妳讓評審 妳聽自己 好 妳聽自己 我要取自己 來 這樣 我不盤腳 因為這樣子骨盆會歪 我不吃那個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 減少電 然後就在吃水煮餐 吃水煮餐 然後我吃水煮餐 回到家 我現在在按摩 面膜 就是回到那個飯店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很care 什麼都要care 骨盆彎也要care 然後睡覺姿勢也要care 我就是對健康的要求 但我跟妳說他因為這樣 他身上有超級多的小道具 我例如說 我想刮痂 然後就有一個刮痂 沒有 他是不是偶包對這種 這跟偶包沒有關聯吧 有 因為他那時候 在實施一些減肥政策 對 所以他就是對於刮臉 然後刮腳 然後按摩摩之類的東西 就是 比較在行 好不好 比較在行 我接受 好 我覺得我真的蠻愛自拍的啊 因為 我有時候 把自己打扮看過 那個時候 自拍的時候就覺得 自己看的心情很好 就有點想要把這跟快樂的心情 分享給大家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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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分享給大家 多快樂的心情 對 我跟妳說 妳說最近公開的 那妳覺得妳很健康 好 妳說妳很健康 妳說妳很健康 妳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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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跟你 我也 妳很健康 對 我舉我自己 是因為我覺得 大家已經會舉我 所以我就舉我自己 然後確實 我確實 蠻想拿手機在自拍 但是我自拍完 我都刪掉 因為我IG上面 自拍照其實不多 因為我就只是想要看自己 今天跟昨天比起來 怪不怪 就是今天長得怪不怪 這樣子 對 我只是自拍來 看看自己長得怪不怪 對嘛 所以妳藕包中啊 好 好啦 再 我再提 再問一次嘛 好不好 好啦 再問一次好不好 好啦 再問一次好不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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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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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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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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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保育羊肉嗎 她的皮膚真的很好 對 健康也真的是蠻健康的 因為我還蠻注重養生的 我真希望我的美是由內而外 OK 我知道 她皮膚真的很好 我只要能泡澡就泡澡 然後每天一定會吃 該補充的營養補給品 像什麼B群啊 C然後蓋 然後睡前的話能 敷面膜就敷面膜 對 這樣 如果騙另外兩個人 公司給你教我來做什麼 日常跟誰都在睡前 所以你們兩個超紅 妳說 個性超紅 OK 好 好 一 二 三 那是口 那是口 真的假的 我選她是因為她是處女座 所以我就心想 處女座應該 太愛乾淨 然後又很囉嗦 然後又 太龜毛 對 之類的 所以如果跟她交往的話 應該會覺得 心會 偏累 好啦 是真的 然後如果跟她交往的話 她感覺笑點很低 就是 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她又很怪 感覺可以一起做一些怪事 我選余萍是因為她就是 一個很安靜的人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 我覺得個人 個人空間很重要 就如果要在一起的話 每個人都是獨一的個體 然後我是 有點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會一直黏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余萍給我的感覺 就是她很可以handle她自己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余萍就是朋友太多了 應該還不覺得我一個 一些男朋友 是應該是女朋友了耶 對啊 那妳的追求者 欸 很多耶 像她心會很累的意思 也是啦 但是 我覺得幸好妳沒有選我 因為我就是 很黏的那種 真的喔 我不會反思你 真的 那我們這樣很不適合在一起 妳沒有辦法忍受我的 那個啰嗦 然後 我們沒有辦法忍受妳的 黏 我要有安全感啊 我會去寫出來 我們是在交友的節目嗎 我們是在交友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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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進戲院 看Hello上面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真實 呈現女生之間勾心鬥角 然後 玩那些小星級遊戲的一部電影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怎麼辦我想幫妳講女孩子欸 就是我覺得她有好笑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 看完之後 她也會在妳心中留下殘影 去開始回想說 以前在校園的時候 經歷的那些 友情之間的 鬥爭 8月7號一定要進戲院看 Hello少女留言 原因是 因為這是一部看似 你一定會覺得這很嚴肅對不對 但她其實沒有 她是一部非常輕鬆的 校園夏日小品 然後妳可以在裡面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我推薦Hello少女的原因 8月7號大家一定要去看 Hello少女的原因是 她絕對跟妳想像的 校園青春劇不太一樣 她不是走愛情路線的 雖然她裡面有愛情的成分 但她比較著動在在講 女生之間的友情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經歷過 很難忘的學生時期 希望這部片 能夠帶給大家美好的回憶 這盤子好可愛喔 可以嗎 真的嗎 可以耶 可以耶 真的 真的想帶 我覺得很優心耶 對啊 對啊 這木頭很高層的感覺 沒有人關心木頭都不高質 沒有人關心木頭都不高質 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關心 這個板子很棒耶 而且照片也是滿高清的 真的 那個格子沒有很明顯 而且以前快問 這種 就是可以舉別人牌子的快問快答 都是出現在電視節目上 我想說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搶太平衡 我在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是別人在玩 然後今天就是 我稍微可以舉別人牌子 好好玩 而且通常是一二三 或是紅城隍日子之類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教練 對啊 有用心喔 那個怕生蛋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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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